好是我們開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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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哈姆 好的來玩我們的KOF All Star 好今天是 2月19號星期六 那這期先來看一下他們的那個 2022年的營運規劃吧 上一期我沒有怎麼看喔 只有貼上網址連結而已 上上一期吧 因為上一期我是玩快速旋風嘛 我待會也來玩一下啦 玩一下那個春麗 春麗我也才剛練一下而已 畢竟我以前只有玩龍跟豪鬼而已 春麗剛稍微練一下 只會基本連段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論壇上的內容吧 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啦 他應該是在那個開發那邊吧 開發這個手冊 好這個2022年的營運規劃 未來的規劃吧 好內容更新方向 他們可能要朝故事發展是不是 我對這個故事是還好 因為我都沒在看 也沒在打 很多後面的難度我都還沒打 因為我覺得那紅寶石給的好少 就是你要花時間打 然後紅寶石才1000多嘛 1000多 根本不夠用 這個GD真的很糟糕啊 很糟糕 首先GD他是想要look like 就是讓你通關之後有一個buff加成 可能那buff加成根本沒用 就加攻擊力啊 加防禦力啊 我幹嘛 或回血 他那個根本沒有樂趣 因為他就讓你一直扣血 這樣怎麼會有樂趣啊 然後他說要改進啊 受不了 自己也知道重複無聊 獎勵過少 爛爆了 500紅寶石 看來要不要 打到要死要活 50等打完 500紅寶石 很爛 哈哈改善 反正他們之前GD開錯也沒有說 還在測試嘛 意思是說還在測試啊 作業感 確實啦 好作業感 就每天要花 兩個小時左右吧 當然是邊 你可以邊看電視 邊看youtube 邊做寫下室邊點 但是確實是很很很累 很累 但是有些你就必須手動打 像時間競速啊 或是什麼東西 你如果要拿紅寶石 你還是得手動打 這個很多人都一樣的這個感覺吧 這兩個確實我真的 他們自己有 有知道這個問題 看一下喔 PC版最近開了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PC版 PC版 PC版也在4-5G是不是 跟大家說一下那個快打旋風四十幾G啊 這個才幾G而已 那個畫質是不能比的 畢竟一個是家機版的遊戲 這是手遊版 不能做太大 手遊版目前下載最大就是那個原神 原神十幾G吧 之前我的手機也有下載 特別 下載好久 十幾G 好派遣玩法 派遣然後獲得這個收椅 大家有看到 這些AP啊 這些東西也是渣渣吧 俗星戰魂啊 錘子啊 看起來不怎麼樣啊 還有一些膠囊 實際更新內容不同 OK還在開防 然後有個夢幻對決 要用PC版來打 那喜歡那個PVP的人 就可以用PC版來玩了吧 他這邊有講嘛 就是有點像我們在玩快寶旋風一樣啊 那不會有那個 等級啊 裝備啊 就是每個角色都 都是固定的 除非他們要去做平衡調整 就讓你可以有更公平的挑戰吧 大家想要朝這個方向去前進吧 我這個看起來是這樣 好新階段這個 就是要我們繼續強化我們角色 又挖一個坑給我們嘛 當初我們等級是90等嘛 然後後來突破嘛 1星2星3星4星5星 然後 然後覺醒石1顆2顆3顆 現在到5顆 一樣意思嘛 再來是要推脫這個BS大者跟中心路 所以說要復刻吧 這場子應該是要復刻吧 搞不好下週就出來了 也不一定 不一定 大蛇跟中心路卡爾我 第一彈沒有抽 小聲一點好了 我是那個第二彈 不是就 他復刻的時候我才去抽 把路卡爾抽出來 我們來回憶一下好了 稍微回憶一下 我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第一彈 大蛇路卡爾 然後第二彈是 古力跟這個 古力跟機師 是嗎 應該是 反正我都沒抽 古力跟機師出了收 然後我就 如果沒有打算抽 就跑去抽 露卡爾 但是那個不算復刻 因為他只是 算復刻 但是他的機率不像 後來復刻的這四隻 機率這麼高 可以去調整 這四隻後來有復刻過 那這個 大蛇跟露卡爾也復刻過了 那既然他要再出的話 可能 可能還會再復刻一次吧 不然沒有人怎麼 怎麼去玩他的那個新系統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好我們再來繼續 繼續接著看 這個我也沒有 還沒有仔細卡 現在才仔細看一下 他在說什麼 好轉化工具 轉化會變成這個 全新的EX格洛加 好EX格洛加 關鍵字EX EX的話 原本是70等 原本是70等 哇 好 現在是 更正一下 轉化會變70等 現在是50等 也就是說 會變成70等 再追加20等 然後有一個EX核心面板 核心可能會跑出來吧 新的核心 然後還有新的技能 EX這個技能 好 然後可以選擇要強化的技能效果 好 OK 這個EX轉化大家 重點就是這樣 就是70等 多20等 然後有一個EX核心 然後強化我們的技能 然後可以分配一下這個STAT STAT STAT不是狀態 是不是狀態啊 不知道 然後這邊有EX轉化工具的獲得方法 需要三個相對應的BS格洛加記憶 好 也就是說 原本覺醒 一星二星三星是一個記憶 然後四星五星是各兩個記憶 那怎麼樣 三個記憶 也就是說你還要六個記憶 因為因為因為 假設覺醒一次是十幾的話 那你在覺醒兩次的話 EX的話是六個吧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好 就可以轉化 好轉化 還有問卷調查 所以可能不是下禮拜 沒那麼快 因為問卷調查我們還沒拿到 所以應該不是下禮拜 還不是 看起來還不是 好這邊有那個什麼東西啊 多種徽章 選擇該附成徽章效果 好 去年三次 去年是哪三次啊 就 就是七大罪啊 生死格鬥 還有聖騎士 是不是這三個啊 這個我們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不是就是快打旋風嗎 好看完了看完了 大概是這樣吧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應該知道再來未來 我們KOF 要 朝哪個方向去改進吧 好那我來玩一下春麗 大概玩個幾場吧 春麗的重點就是大腿 大腿大腿非常的粗 超粗 我來切過去 快打旋風的畫面 好 好的來 這一期就來玩一下春麗 給大家看一下春麗 就有空我就把這次要合作的角色都給玩一玩 先簡單 練習一下春麗給大家看一下 嗯 春麗的技能 應該說快打旋風的技能他沒有很多 我他主要是在講究那個連斷還有力回 還有招式之間的那個克制 反正我也不是什麼高手啊 好我就用這個標準這個藍色的 他這個可以換風格 然後顏色也可以換 我們就用標準的這個藍色的 好打個歉咪啦 他這個練習模式有很多變化 你可以設定AI要防禦不防禦要跳不跳 也可以設定他攻擊你這樣 做什麼攻擊 然後你去反打他 Counter他 或是設定他倒地之後起身要幹嘛幹嘛 好春麗的話這個快樂旋風5他是有氣功的 好他每個氣功還是有距離啊 距離不太一樣 又輕鬆鬆的距離不太一樣 他的氣功是需要聚氣的 跟那個 阿雷顧一樣 凱爾一樣 然後他的白獵腿是有點像氣功 只是你是按腳 那你也可以連按啊 打到之後連按 那是沒有連段的 那才有連段 然後兩個半圓形 兩個四分之一圓的那個氣功 然後是按腳的話 是他的大招 大招會消耗三格氣 重點出力的大盒是不是很粗啊 我不知道他出什麼 好這個是消耗一格氣的那個 比較厲害的那種白獵腿 這個村莉武才剛練的以前沒玩過 快打5的村莉武啦 沒玩過 好那還有一招是那個 下上 這個都是要聚氣的吧 好就這樣他就只有三招而已啦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到時候技能1 2 3大概就是這樣 技能1 技能2 技能3 就沒了 然後大招 大招 好就這樣 那那個龍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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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控制 比如說我一樣是中角 往後的中角 往後的中角是這樣 往前的中角是這樣 然後 不往前不往後的中角是這樣 然後往前的中拳是這樣 往前的中拳是這樣 不往前不往後的中拳是這樣 往後是這樣 他就有一些 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來練習一下 那我們就玩一下 玩一下對戰吧 電腦的話 電腦的話 其實他這個 快打旋風5的那個電腦都很弱 那設定就是很弱 就如果你有玩過那個 二代啊 三代啊 那個AI都比這個強 他這個AI基本上不太會防守 就讓你玩好玩的 那一樣嘛 就是如果不會玩的話就是練習一下 挑戰模式這邊可以教我們如何連段 然後在對戰的時候也可以看那個招式表啊 我大概玩個四場吧 好不好 玩個四場 玩這個二代 二代的話可以打八隻 你可以選這八隻啊 這個標準的嘛 為什麼本田竟然要買 我的本田竟然要買 二代一開始不是那個 強化版的就是 八隻而已 後來才是十二隻嘛 四大天王 打這個印度阿三 阿三哥阿三哥 反正他們不會防守他們笨笨對不對 隨便玩玩 你看都主打這一隻 顧客是不是 按暫停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指令表 這邊有大招 這個是氣功嗎 這個是白獵角 我會唸 白獵角 他在空中白獵角 他可以在空中用白獵角 然後這個是下山那一招 什麼bird bird key的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鳥踢的 是不是 然後這邊有特殊技 我剛剛說那個你可以往前往後 去按你的那個攻擊 然後就不用 這個是在空中 清晴點水 可以點三下 烈焰走壁 靠近牆壁可以 反彈吧 然後這是 V系統 他有一些爆氣系統 這他的大招就兩個四分之一遠出角 然後要三格氣 這個三格氣 好 隨便打打 他巨蟹才能發氣功 喔 摔你摔你摔不了 他不會讓我摔 摔 好笨 其實你一直動拳他也會輸吧 就是你一直普通攻擊你就不用出招 他不太會防禦 不然我們趕快打兩場就好 正常來說你應該擺獵角都在接這招 但是我接不太起來 搖桿太爛 你還一直動拳也會贏 一直動拳也會贏 好這個電腦CPU啊 CPU 這個只有那個最後一關那個 將軍啊 將軍我打不太過 我太爛了 那個什麼 我這邊有肯跟那個怪獸 布蘭卡 跟肯打一下 肯跟龍在這個遊戲是不一樣的角色 完全不一樣 你不要覺得他們的招式很像 其實他們是不一樣的 肯的話應該是活動在他的那個 怨風角是不是 然後龍是氣功啊 僵子那邊比較不一樣 僵硬的時間比較不一樣 還是那個龍是生龍犬比較厲害 我可以打他打他後面 比如說這樣 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吧 不是喔那就是重拳 上啊 也不是 疊下重角 可以打那個 他後面 就是他就是要去拆你要不要用這一招 那種格鬥遊戲就是 有點像左右折 上下折這樣 基本的原理是這樣 喔我搶不過他 我的重拳應該是 攻擊範圍還蠻遠的吧 這隻重拳也會贏 因為我沒有連段 我其實是沒有連段的 我們可以V Trigger一下 V Trigger怎麼弄啊 這樣是不是 他有一個那個Trigger的技能 就是他好像 放上去說不太一樣 就有一些連段需要 需要爆氣一下 看是哪種爆氣啊 好 桑吉爾夫跟這個龍 只能打了喔 只能打了喔 好吧我們進去之後再跳出來 好所以就三個技能 替攻 擺獵腿 還有那個 倒立起來旋轉的那一招 我也不知道那招叫什麼什麼水鳥 不曉得 他有個Burr 桑吉爾一 好這招的話有擊倒啊 那個白雷角沒有擊倒 沒連好 好 Perfect KO 這個桑吉爾夫完全不會防禦 讓你一直打 讓那個木頭人讓你打 反正是說 玩完這場就不要玩了 快 我這套是 我不知道這套可不可以對空 還有一個連段 連段 如果你擺獵腳再接一個大招 就可以連段 好暴氣一下 暴氣會不會 增速比較快 好 KO 大概這樣吧 這個村里我才剛練那個煙 只能打電腦 反正就三招讓你煙而已啊 好 凱爾 好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反正只是 玩個快打武的村里嘛 阿列顧 阿列顧 大家都叫阿列顧 這隻我就沒有了 沒有解鎖 阿列顧 被counter了 這叫counter 被counter 就是你的招式有沒有 被人家剛好 你出招的時候有沒有 剛好被人家打到 就被counter 好 那就先這樣吧 又玩了快打武 快打武其實蠻好玩的啦 你也可以玩這個劇情模式 劇情模式有故事 可以看故事 我這邊有一些劇情模式啊 我不點啦因為他有一些動畫 動畫都還蠻不錯的 印象都還蠻不錯的 我應該是有玩玩龍的劇情模式吧 有點印象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